财富指挥官财富涨停板 而且台北股市今天在全市场共同的预期之下 出现反弹 那么这次跌了2286点之后的第一次出现反弹 我说过这个叫做自然反弹 我相信在所谓黑三兵之后出现自然反弹 这是个共同的现象 但是各位注意 本节目财富指挥官秉持诚实告知 而且完全按照盘事跟各位所讲的原则 我今天还是会跟各位讲几件事 第一个今天这个行情里面 那么涨的股票有一点不对 如果今天走的是所谓中小型的股票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些 什么理由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 第二件事情来说的话 我先讲一件事 我也非常喜欢台积电 我也非常喜欢红台 这种所谓稳荡而且有机会上涨的股票 甚至我们认为明年呢 在所谓美国总统大选稳定完了之后 AI尤其这种大型股票 还有机会渗入到我们的家电生活当中 渗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 然后呢AI继续的大幅的往上涨 但是我必须要这么说 这一次的回档啊 有一点点太快 我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 也就是说这个反弹 有一点点太快 而且呢那么量不足的状况之下 有一点点虚弱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我认为这个行情里面 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到一件事 也就是这个反弹 有可能不是很稳 这个反弹有可能不如预期哦 所以各位注意哦 今天你会看到很多人告诉你 我的节目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今天很多人会告诉你 这个反弹 那么一下子就到月线了 甚至有人会告诉你说 一下子就准备创新高啊 我先告诉你 创新高的你真的不用听了 3939亿要怎么创新高你告诉我 所以基本上来讲 创新高的你不用听了 但是我这么形容一件事 我觉得每一个步骤都很重要 甚至呢我觉得今天这个行情里面 当然还有路可以走 股价市场里面最大的优点 就是一定会告诉你路在哪里 成交量一定会告诉你路在哪里 成交量这么小 这条路绝对不会叫红海 成交量这么小 这条路不会叫连八颗啦 一定是股本小 而且低估呢 第一手高成长的 所以我今天就算各位看到 没有2317的红海 哇大家说涨9块涨得不错 2330的台积电 哇有人说涨40块好像涨得不错 我等一下会分析台积电跟红海跟你讲 特别是以台积电 我说过基本上来说的话 3900多亿啊 我不敢说只有反弹这一天啊 那你说老师超过一天半也是一天 万一一天半 那你也反弹回不了本钱 反弹的幅度也算是小 所以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 我认为啊 在明天开始啊 我不管台风来不来 在明天开始 你一定要去找这种人气中小型的股票 忘记了连这档的名字都涂了 结果不用 这档我就直接告诉你 他叫所罗门 就算他今天被冲来冲去啊 因为看起来有人说明天就要台风了 但是我还是告诉你一件事 这种中小型的股票呢 将会是未来啊 7月8月 7月后面跟8月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轴啊 而且台湾有个最大的优点 有很多的钱 但是请你记得啊 有很多的钱啊 但是请你记得这句话 盘整出标股 等一下我会一跟各位来做分析哦 OK来台北股市今天为什么会反弹 因为听到拜登竟然退选了 但是拜登那个退选呢 而且听到下一件事情 我觉得下一件事情呢 对于所谓全球啊 是比较大的帮助 就是贺锦丽 那么原先的副总统呢 有可能被提名参选 一开始说没有要提名他啊 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析 提名他其实是最好的 对股市对全世界都最好 为什么 因为重点在于说啊 拜登现在的退选 这个在过去来讲的话 除了占生啊 史无前例 那我问题一件事啊 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 而且是标准的警察国家 那如果拜登现在不当总统了 那川普又还没上来 我们现在就当川普当选可以吗 结果呢 全世界现在没警察了 我问你一件事啊 那叶门的胡塞组织不就开心事了 尽量去抢 尽量去做没问题啊 那那个以色列跟哈马斯 继续打下去没人管啊 对不对 那俄罗斯跟乌克兰继续打下去没人管啊 这可以吗 那个上面的 我们对面那个飞机常常飞来飞 没人管啊 台湾自己想办法 这还得了啊 我这么跟各位讲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原则上 贺锦丽 如果能够接上来的话 第一个避免空窗期 而且呢 原则上来讲的话 原政策可以来做一个持续啊 而且呢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啊 他会不会选择上 我老实跟你说一件事啊 股票市场里面很明显一鼓作气啊 债额衰三额结啊 坦白说一件事这样是很难的啊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 各位注意 来 基本上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只能告诉你 他还是一个看守政府的状态啊 既然是看守政府的话 我相信啊 最近有一些成家量退掉之后呢 马上要回来 困难度是会有的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来 我先把这个行情跟各位做报告了 第一个 台积电这个反弹 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反弹到这个 三角形的缺口 甚至希望他能够反弹到一千零七十块 一千零七十块就是我带你出厂的那个位置啊 那么假如说这个地方一千零八十块能够到的话 我当然是更希望了 但是问题来了 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所谓的K线反转的现象 但是是属于RSI或者KD 自然而然往上压上去的一个情形啊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啊 事实上来说的话 量这么小 加上呢 各位看到 日本 韩国 上海 恒升一路上往下降的话 那请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 那么今天的反弹 我认为这个部分 是要第一件是要给你减码全脂股用的 第二件事情呢 各位来看一下 还是回到这里来跟各位报告啦 特斯拉整理完之后 应该有机会再往上 Skywalks整理完应该还有机会再往上 但是各位看到了 左右两边这个缺口基本上来说的话 似乎呢 还很难对得上 所以各位可以发觉一件事情啊 从我开始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 哎 哎 国家市长走了不会说马上回来 各位看到没有 那么在这个17号的16号的情况之下 7月16号 经济日报出这个新闻啊 说今年降息幅度要扩大到三码 降息幅度扩大到三码 我告诉你全世界会崩盘了 你说老师为什么 我告诉你一个最严重的情况之下 因为大家只有喊一码你就喊到三码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啊 那么假如说台积电今天 我们现在假设台积电一千好了 突然间有一个人给你喊三千啊 那个时候大家反而会撤退 因为表示这个市场上有人在疯狂 有人疯狂的时候 有人疯狂的时候呢 哎都已经跌下去了 结果隔了两天还在喊台积电了 一千五啊 有人疯狂的时候呢 你要好好的检查所谓相关的指标啊 融券在下降代表嘎空结束 所以1080短线嘎空结束 融资一直在上涨而现在不撤退 尤其是今天呢各位看到 那么融资昨天减了五十亿是没错了 但是各位看一下台积电的融资一点都没有减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 似乎呢现在你必须要想到一个情况了 来各位注意一下下 你手上的现金有多少 我第二阶段再来讲我们现在手上的股票 你手上的现金一共有多少 在恐慌指数不断的拉高的状况之下 你有没有做一点点减码的举动 而且很多股票 其实你不要以为他今天有反弹 他现在反弹的幅度真的很小很小 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受不了的时候 他在往下再杀一根黑黑棒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还在说哎呀糟了 离我的成本很远 那个时候你就真的会不小心杀到最低点去 所以有高出的人不会去杀到最低点 没有高出的人呢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所以股票市场有的时候真的 我也不晓得怎么跟你们说 为什么要跟各位讲的意思是说 股票市场里面 他总有一个最基本的法则 但是我们很不想去赢别人的钱 但是如果别人在恐慌乱卖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买 如果那个时候你手债有钱会不会想买 当然会很想买啊 那别人在很乐观的时候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说过这次台积电 恐怕最危险的事情是在1080的时候 有超过11家的外资说 他可以涨到什么地方去了 糟糕了 这个时候干嘛 市场站在同一个方向 糟糕了 发生什么事啊 龙券啊 这个时候连龙券都站在你那边 龙券 连龙券都站在你那边啊 所以几乎是龙券停损到最高点去了 所以为什么我每次跟你讲说 资券八大要领 资券八大要领 当龙券减少的时候 当龙券减少的时候 那么现在又出现资减券症 当龙券减少的时候 就是最高点 那么龙券再减少 这个时候还在拉回当中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这次是符合这三个位置里面 后面两个位置啊 所以现在这个行情里面到目前为止 其实反而我认为啊 可能大家要小心哦 大家以为贺锦丽回来就没事了 我这么想一件事情 副总统跟总统还是有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并不是第一好的候选人 人家说第一好的候选人 有人说是宾州州长 这个不管他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 那么一鼓作气再而摔三和节 川普还是很 还是很嚣张啊 还是很凶案啊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该保守的时候还是要保守 我认为恐慌指数到现在为止 应该还没有完全的满足哦 如果这两天当中还有震荡的话 那量的低点就可能会更漂亮一些哦 所以我这么讲说各位注意啊 今天这个反弹 我不敢说叫做一日反弹 但是短日反弹的机会是很明显 请各位留意啊 那么还是有可能在回撤季线 甚至回撤季线附近以下的位置之后 等到这个市场出现所谓 RSI指标双背离的状况之下呢 再往上涨的机会是最大 所以我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讲大盘 我一直说财富指挥官 我一直秉持一定要做一个最好的节目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谁会来带动呢 一定要有这两个字啊 因为这叫恐慌恐慌人全部跑光了 你一定要有人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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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没有今天2524的精神 我必须要这么说耶 精神这个K线哦 我跟你讲一个烙气的 每个老师都说他很厉害 精神这个K线拉两根出来 今天会拉涨的一板 我看不懂啊 因为没有这种K线了 只有一件事情啊 就是一定要把它拉上去 不然没人气啊 知道没有 一定要把它拉上去 不然没人气啊 一定要把它拉上去 不然没人气啊 所以跟各位讲 各位注意啊 第一个 钱确实够多 够得让这些所谓的隐藏性的 中小型的股票往上涨 但是呢 请大家留意 我现在最怕的是 大家可能买错了 哇 赶快这个时候赶快去买全职股 到时呢 形成连环套的时候 那那个时间还要更久 所以我希望 我这边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 希望各位资金能够放在对的那边 请你注意 量小解码全职股 好复杂啊 对不对 量小解码全职股 然后呢 用少少的五成现金啊 跟我做机器人 跟小AI的布局 像这个叫小AI啊 小AI的布局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跟上我每一个脚步 尤其现在外面风大 台风也来了 你一定要跟对人 才能够踩稳步伐 跟上我们掌停 掌停 再掌停 给您信心 那么就算是多头市场 财富指挥官在这边 还是会提醒大家 任何多头市场都有风险 尤其发生在大家共同觉得 实在是非常好的状况 各位可还记得不到一年以前啊 那么伪创可以说 从三十几块钱标到一百六十一块 当时多少人跟你讲 伪创两百五三百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说不可以 先下车 下车之后呢 也许他拉回一段就能够弹上去 也许他拉回ABC 结果呢 ABCDE啊 我的妈呀 拉到后面下来 甚至呢 一反弹的时候 又不够高度 现在呢 已经开始有点往下拉回了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股价市场里面 那么大家共同看到这么好的一个点 那么大家共同看到这么好的一个点 有没有想过啊 伪创跌完之后呢 二三五六的英叶达 英叶达没有创新高也下来了 二三七六的技嘉也下来了 那么这里面现在严格说起来 只有二三八二的广达 还有在创新高的一个情况 请问啊 那到底是伪创把广达拉下去 还是广达把伪创拉起来 现在看起来似乎呢不太对劲哦 所以我必须要这么形容一件事 有的时候你看说这个地方 大家都仍然是十分的看好 有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个地方 大家都仍然十分的看好 至少一个人看不好叫什么川普耶 那大家信心都太足的时候呢 他会产生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回答 我并没有跟你讲说伪创现在就全部完蛋了 伺服器全部完蛋不可能 因为接下来还有AI的时代要过来 还有机器人时代要过来 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可能第一个可能被取代 像伪创被音乐达被广达给取代 这个比较复杂了 台积电比较不会被取代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说 这个过程当中啊 那么到底他回挡的幅度到底有多少 你也不要以为说 鸿海完全不会被取代啊 你看2454的联发科 都跌破际限了 所以尽量去避免这个幅度 大幅度的一个拉回 而且呢市场上原先的利多啊 就是靠鲍尔准备要降息啊 那川普讲那么清楚啊 你敢降 你不降息的话 我让你做到2026年 因为鲍尔的任期 跟这个美国总统任期是不一样的 所以美国就算换了总统 鲍尔还可以领两年薪水 但是你如果没事给我降息的话 他讲说你不降息 我就让你做到2026年 那下一句话怎么说 你敢降息 我当选那天就把你换掉 同不同意啊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再加上现在 刚才不是讲的 这个行情里面看起来 那么就算贺锦丽要打川普 基本上都已经一鼓作气在 人家川普准备了四年 贺锦丽从现在开始准备 最多四个月好了 而且还不一定是他 那你说民主党现在怎么选 因为根本就是 川普虽然不能说躺着选 但是跟上一次我们在选总统 差不多真的是有人躺着选 所以各位可以发觉一件事 市场预期降息的幅度降到三码 这种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的老师 知不知道要带你走 我不知道你的老师 知不知道要带你走 这种行情里面 已经在告诉你说 这是不对的事情了 然后呢 有人在笑说马斯克这个大呆瓜 自己的股价在最低点的 还拿钱给川普花 一个月还给他四千五百万 我告诉你 人家早就看出来 尤其人家是美国人 早就看出来川普会赢嘛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他早就在做这一方面的动作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下一个转机 我认为是这个辉达 或者说各位所看到的 这些美国的科技公司 跟川普之间是不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交流 所以也不用太紧张 但是说实话一点 现在呢 美国局势有点复杂了 我问你一件事 我本来跟拜登很好的 我现在马上去跟川普好有用吗 没用嘛 所以股价还是会反应嘛 但是本来就跟拜登不好 跟川普好的股价会反应啊 所以为什么跟你讲说 一开始的时候 我一开始觉得川普会赢的时候 我先告诉你 还不是川普被打一枪啊 还不是川普会打一枪啊 我一开始觉得川普会赢的时候 我就说请你注意 我一定会想办法做特斯拉概念股 你说老师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讲 那么多复杂的政策 我跟你讲说川普会赢的时候 我就在做这几张股票 到现在为止他还在高档 而且还维持得很好 我4510的高峰是因为被限制交易 没被限制交易的话 可能标起来跟这个8374的罗生一样强 甚至罗生今天虽然有一点开开关关啊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基本上他只要不要跌破这个所谓的平台啊 别说了不要跌破这个平台啊 你今年跟着我都是大赢家 各位看到没有啊 2359的所罗门啊 2359所罗门 他只要不跌破这个平台啊 我跟各位讲一件事 假设 假设什么 假设今天啊 你突然间看到一个新闻 写说黄仁勋呢 哎呦不小心在哪里碰到了川普 请问一下他会怎么样 会不会喷出去啊 这样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NVIDIA也好啦 这个超为也好啦 反正都应该是拜登啊 因为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不晓得 不会觉得川普会赢啊 川普当然不高兴啊 当然你看人家交多少钱啊 4500万耶 你比他有钱你还不拿来交 我讲笑话就是这样讲啦 其实股票市场就是这么现实啊 你是不是我的人啊 我相信政治跟经济两个是黏在一起的 你是不是我的人 你是我的人 你的股票没问题嘛 对吧 你的股票没问题 你的政策没问题嘛 哎3665的茂林 这可不是完全做机器人 他一大部分是在做电动车 那你听到川普讲的话没有 我要把所有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啊 准备磕100%的关税啊 那这一磕下去的时候 马斯克就开心了 大家就买特斯拉 至少电动车要称霸啊 不就是这样吗 你叫机器人 你语速机器人可不可以建 不用 我就是只有马斯克机器人 甚至呢 波士顿机器人还没办法量产的时候 好 美国军方要救马斯克机器人 他只要这么一引进下去 政府的力量很大的 你知道吗 你看当时拜登说 我要做太阳能 哇太阳能穿拉穿拉涨起来 结果呢 现在川普可能会当选 太阳能昨天 有一家公司跌50% 另外两家快倒闭了 我就直接这样形容 所以各位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你现在一定要站对边 他在什么地方 我一直跟各位讲说 川普基本上来讲的话 还好他还是支持所谓的 自动化跟机器人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所有的企业 通通回到美国去做 美国人不好意思讲说 有一点点 有人讲笑话是说 美国人好吃懒做 其实不是这样形容 美国人他们会努力在 他们觉得比较有经验的地方 至于说为什么美国 不会像台积电这样子 那么有这么多工程师 这么拼劳命 我们必须要讲一个比较悲哀的 美国待遇比台积电好的 好的公司一大堆 台湾想找待遇比台积电 跟台塑好的公司 很难挤到挤破头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川普说美国优先的话 全球机器人跟自动化 还是会升高 所以我还是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这两天假如涨到对的股票的时候 OK盘整的时间就可以比较长 我现在先跟你讲 这两天假如没有涨到对的股票的时候 对不起啦 我可能要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 全值股反弹 一二三 你就去数日子 而且后面有两天 可能有一天台风价 你可能会少赚一天 我现在先告诉你 为什么 你各位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来 我们从南韩指数来先看好了 南韩指数今天有像台湾这样子 一根长红棒吗 没有吧 你说韩国跟我们不像 那日本有钱吧 日本跟我们 你说这两个还不可以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所以我说过我今天我比较谨慎 我跟别的分析师不一样 你看到没有 台币并没有因此而大幅回升 他还是红K棒 红K棒意思是往这边 往这边是贬值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行情里面 那么该挑的股票 我一定帮你挑 该守住的股票 我也帮你守 我认为 其实 简单的问题就把它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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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简单的问题 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 来 迟早 两个都是美国人嘛 NVIDIA NVIDIA 难道 NVIDIA现在最重要是靠谁 一定要靠美国总统 我现在话说得很明白 OpenAI NVIDIA 他们做这些AI 我现在很直接讲说 我现在合成一个 一个分析师的人像 假如他用了我黄敬哲的照片 需不需要黄敬哲同意 当然要 但是问题来了 他会通知你们 不会啊 他可能结合全 所有头顾的脸 通通所有头顾老师的脸 做出一个 所谓的AI头顾 那问题来了 那你有经过我的同意啊 没有啊 你被用了你都不知道啊 所以如果政府要管 不是不能管 就像法国政府要管 NVIDIA那是可以管的 你说你随便给我用一个 范骨的话就出来了 那我罗浮光的版权怎么办 这就是所谓现在AI的问题啊 要不要讲 拜登就是闭着眼睛不要讲啊 所以川普要闭着眼睛啊 如果川普要睁开眼睛的话 那各位的AI时代 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看得到了 甚至8374的罗生 各位看到没有啊 我都跟你讲说 买在这个最低点的位置 那就对了好吗 那现在谁在这个位置 现在特斯拉在这个位置啊 哈喽 特斯拉就在这个位置啊 哈没关系啊特斯拉就在这个位置啊 8374的罗生 哎 飙到人生多快乐啊 人生多快乐啊 这种股票当然还有后市还有机会啊 所以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哦 我现在所跟各位所讲的 标准我干脆给你啊 你尽量不要给我买那个 30亿以上股本的股票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行情只有3939亿的话 你买30亿以上的股本 那推得动哦 那才才难呢 你一定要买这种股本很小的啊 低估了第一手 不然的话你要反败为胜很难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哈 尤其是现在呢 看起来美国总统 战局越来越模糊啦 所以呢 短线高点要突破的机会 是越来越小 而且你还必须要小心说 行情如果再往下回撤的时候 你还有没有本钱啊 这个时候 请你记得 拉回也好 整理也好 中小型股票都是你各位 最有机会的一个情况 所以欢迎所有朋友 想尽办法跟上来 注意哦 今天大家恐不恐慌 不恐慌 但是后面几天会不会恐慌 哎呦 说不定会哦 还是跟你讲这句话 别人恐慌时我买进 今天呢 其实不见得是买进的时候啊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跟上 真正具有理想 而且现在你必须要 反市场心理操作 听不听得懂 要想办法听懂 反市场心理操作 你才可能会赢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跟上给你赢家法则的财富指挥官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档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入估投资风险